作词 作曲 李宗盛 贩子的能力开始猜忌306带你风生水起 不止如此节目主持还是个美女 312陪你一起倒闭就算 我们真的倒闭也是一场好戏 才不在乎有没有我们的赞助 因为一直坚守着内心自己的态度 打败无良球鞋的节目无数 话不多说快开始今天的节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6sneakers的克拉拉小姐姐 那今天要给大家评测这双鞋呢 是Vance和梵高博物馆合作的这个系列 那这双鞋在加拿大这边发售的是8月3号 当时的发售价呢是94加币的样子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6sneakers channel呢 一定要点击关注之后呢 会推出更多有关球鞋潮流方面的review 以及加拿大的vlog 那因为8月是新兴计划 也是一直在说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8月份的视频点赞 关于点赞的福利呢 我之前已经推出了两个视频 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呢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接下去呢我来介绍一下这双鞋 它算是一个合作款 是Vance和梵高博物馆的一个合作 那具体为什么没有跟梵高这个人合作 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 梵高呢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画家 但是生前呢它确实画了很多画 但是生前就是一张都没有卖出去 所以算是颠沛流离啊 然后呢它也是非常励志 就是歌耳画画之类的这种故事 那身后的话呢 它这个一下子就是画就是涨价涨 特别高的价值连城 那这个合作款呢 它是跟梵高比较有名的几个这个画作 把它印在了这个Vance的帆布鞋上 那其中呢有这个向日葵 还有它的自画像 那这一双鞋呢 它是它的另外一个画作 是叫 Oat Mead with Peasant Woman 就是老农场与老庄园与农妇 应该是这样一幅画 然后接下去我想说一点呢 就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梵高系列呢 是Vance出的嘛 那它和 因为和博物馆这个合作 那博物馆呢 就是会把所有盈利的钱 都用在这个博物馆的建设上面 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那接下去呢 我就来说一下这双鞋的细节 那这双鞋呢 它是一个old school的鞋型 然后呢 它就是整个鞋身 包括鞋底呢 它是加了一块帆布啊 都是一个帆布的设计 那我认为为什么这一款 比别的就是几双 要更加好看一点呢 因为别的我看了 就是鞋垫里面 它是那种 就是直接印上去的那种感觉 可能因为画作本身的色彩性 比较强一点 那这一双呢 它是有一种那种 就是自己本身 把它这种雕刻印上去的那种感觉 反正我个人认为呢 是做的更加细致一点 那old school这个鞋型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鞋身有一个 vance的这样一个标志 但是在这双鞋里呢 它是把外面的那个标志去掉 但是缝线呢 还是在上面的 那这双鞋呢 它在中底这部分 我刚刚也讲了 它也是加上了帆布 就是继续把这个画作 延伸到了中底的部分 那鞋底呢 就是old school 这个非常经典的鞋底 那鞋的后侧呢 它是写vance of the war 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点呢 是这个鞋垫这块 鞋垫呢 它是加上了繁高museum的这样一个字样 因为它是一个合作款嘛 而且呢 它鞋垫也比正常要给大家好看一点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标牌啊 就是专门来介绍这幅画 然后包括它会把这个盈利部分放到博物馆的建设上面 这样一件事情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能够给8个份的视频 多点赞支持 在参加新兴计划的我 之后呢会退出上角 拜拜 拜拜 你懂你因为你是谁 没什么大不了错让我背 你懂你因为你是谁 对你没钱也没亏 你懂你因为你是谁 没什么大不了错让我背 你懂你因为你是谁 对你没钱也没贵 让你记住我的风格 带上二次乘坐公车 情不自禁开始很乐 青年过去我依然在这 只想用我的音乐跟你分享快乐 然而他们就忽略 感谢观看